你很爛耶你 其實你誤會 你家根本沒有柴位 真的假的 對 怎麼可能 對 你進了一個45度角有沒有 也是建那個落地窗嗎 對不對 然後呢 刺柴位在過去一個 也是一個人氣的口 所以你根本就是沒有柴位 可是我有放那個香蕊葵可以嗎 香蕊葵可以嗎 你看…他這邊 他這邊45度角 你也放了 我放香蕊葵啦 你放香蕊葵耶 招財… 輕輕耶 你這裡面不是燒尿嗎 不是 是誰 好噁心喔 你裝尿是誰家啊 裝尿是房小人 有…人家裡面是房小人 你可以一陣陰風只吹他 你看 對 超冷的 對 我哥常說我是鬼 而且我覺得這裡聲音 風聲好大喔 對啊 而且他這樣就 有嗎 你這個房子啊 除了找不到柴位之外呢 你這外面的風又很大 整個柴氣亂吹喔 其實賺錢也特別的辛苦 可是我覺得那個風就是 所以跟我講說 賺錢囉 賺錢囉 才來囉 感覺這樣子 我就是覺得 我瘋掉了 我瘋掉了 還賺錢啦 拿來的 賺錢了 就剩下了 對啊 就瘋掉了 是啊 我們一般風水來講的 就是常風聚氣嘛 可是你這個風亂吹呢 確實真的會讓你這個磁場 搞得瘋瘋癲癲的啊 難怪他這個人瘋瘋癲癲的 我一直覺得我很正常耶 我覺得你滿躁育的 你還好吧 可是你是屬於人來瘋那一型 因為有時候節目上 可能也要做一點效果 要呈現活動 對 你都是獨奏評審 我從頭到第一集到現在都是你 我獨捨 我哪一個獨捨的 你跟我道歉 好 道歉 道歉 台南人不介紹 道歉 好啦 老師這個風水 一定會讓它瘋掉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也是會想要 家裡有通風啊 那什麼是通風 什麼是風太大了 好 不是 我覺得它已經好婉轉了 是不是 它已經咻咻咻咻了 沒錯 其實它如果這個風 一直這樣咻咻叫的話 其實它這樣一直進來的話 就表示這樣風真的太大了 這形成風水上一個叫 有沒有聽到 風煞 風煞的話會造成冷靜 不用用聽的 你看 所以只要有沒有看到 沒有聲音是可以的 但是只要風已經出現聲音了 就不行 那個就會形成一個很強的風煞 那這風煞會使人兵不懼 而且錢財會完全地吹散 然後主要就是說風煞太嚴重 還會導致意外取光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風煞來講的話 它把暈刺吹亂嘛 它會讓我們人 說要裡面的靈魂會安定 不安定的話 你出去自然就不會遇到好的 可是老師說實在話 它這個望眼看劇啊 它最近又很好了 又很好了 小便男人 我最近又很好了 好不容易要講一個好話 有沒有 因為這間就被我們碰到 只有它開得到的感覺 對 又非常好耶 是不是在浩浩專機 幫你吹爛了嗎 那門有點卡住了 對 它這外面的風景感覺是有圓景的 確實也暗藏了很多的玄機 對啊 所以你看它前面的馬路 是一個柴水 我們知道路是柴水的意思 對 所以你看它第一道的馬路 是不是右高左低的情況 對 像我們常講說銀柴水 可是它的整身的馬路 是右高左低 代表龍邊低陷下去的 那低陷下去的話 表示就是說 它的錢財是往外一直流出去的 雖然它的這個銀柴水 車子是往左邊這樣上來的 它爬的過程還是比較慢 因為不及這個路的斜度 所以說它這個看得到吃不到 那我們再看遠方的 第二道那個高架橋 就形成是一個 左高、右低、右這個手下坡 的一個情況 真的耶 所以看起來好像都有 雙柴水可以贏 可是這個柴水是進不來的 老師,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不能有斜斜 那就是要選都是平平的囉 對,如果是平的話 當然是柴運會比較平坦的 平水一點 那我們這樣一直開 一直開會開進來 好 所以我們就在高速公路中頓 那裡最好 對 其實它這樣開的話 開的方向 就像例如說我們這樣開店也好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樓的店面 你前面是馬路的話 如果前面是馬路的話 你要記得 馬路的話就是說 像它是不是左邊進這個柴水進來 如果說前面這樣左進來的話 我們店面的門口就開到 銀柴水的地方 就在這個方向 如果說它的柴水是 車子是往這邊 右邊到左邊 讓我們的門口開到這邊 就可以移柴水 好 對,等於說是要讓它相對的方向 那這樣的方向的話 我們才可以把柴水真的移進來 不過它這個馬路是不是右高 左低的情況下 如果說你面對的 剛好也是這樣高架橋 或是你家前面的那個路段 比較坡度比較陡的話 那我們要如何把這個柴水 有效的移到家裡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在它這個面對陽台出去了 左手邊的地方 像這個位置 你可以放一個流水盆 流水盆把錢採取進去 再引回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 在地勢低的地方 可以放一個流水盆 那除了流水盆 這裡有這個水龍頭 它一直開著可以嗎 開著的話 因為水龍 水分很貴 真的嗎 對,這樣可能有點浪費水 你放一個流水盆就可以了 如果你就要流水盆方便的話 我們可以改一個盆栽 盆栽 那個算盆栽嗎 那個室友不要的 然後把它一直在撫養它 這個叫盆栽 對 這叫快死掉的 因為室友已經換遺棄了 然後我想說就是不冷心 就是每天灌溉給它 淹少少水 對,那不算盆栽了 還是先要搭一點比較具氣 所以盆栽要放在外面 這個這邊 這邊 這邊 有水那種 時代引轉的 對,這樣也可以 想不到屋外的馬路或橋樑 也會影響財運好壞 以店面為例 如果車流從左邊進來 電門移開虎邊 而相反的 如果車流從右邊進來 那麼將電門開在龍邊 就可以使生意興隆囉 而除了店面 如果你家外面的馬路或是橋樑 萬一有高低落差 就會讓你賺錢 賺得比較辛苦 其實只要在低的那一邊 擺放流水盆或是盆栽 就能夠迎拆誰入家門囉 妳跟妳講 妳的客廳真的差其實也很多 我覺得妳的客廳 就是以前就是有一種過渡裝潢 就想要走歐蜂 但是殊不知 是非之現在有一點過時 然後加上 也不符合風水的代表 這次嘛 那會顏色很像 其實這才是 我記得我們的老姐妹 Ruby家也是這樣 所以Ruby也通通電電的嘛 是啊 真的 真的 因為妳是要動手可以講 對 所以妳說 我們講說它為什麼最會有個棺材上 你看它這天花板 整個都做浮型的 然後剛好整個地方 就是一個棺材的那個蓋子 對 所以妳的運勢常常就是在入木 然後往往就是該關人定沒有救了 為什麼 你看它這一個呢 它的棺材上是在餐廳的位置 那餐廳的話 它應對是我們冷鐵腸胃的部分 所以它棺材上 剛好在餐廳的部分 所以妳的腸胃 氣度會比較弱一點 真的 我會不會癢 你會不會癢 而且很嚴重 吸收很好啊 沒有 你看 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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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很累 所以本身真的腸胃不好 會不會癢 所以除了身體不好之外 會不會在運勢上也不好啊 那肯定的啊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食鹿的運勢嘛 所以說妳的浮運呢 就會更受影響 然後此外呢 你看妳這個棺材上呢 也是剛好經過這一個 我們講 假設這也會影響到 我們心血管方面的問題 有些人會在這個 這種拱形的造型裡面呢 放到廚房裡面 那會造成心血管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在客廳的話呢 就會影響到我們頭部的一個疾病 阿蝦這個是 因為是防止豬的嘛 它也不能做什麼改變 有沒有辦法可以化掉 可以喔 其實 當然這個就比較沒那麼好看 你可能要用一個布蔓 把它稍微把它遮起來 遮起來把這個型 把它化解掉就好了 老師 妳覺得 妳覺得 妳在追求好看嗎 好 好 真是的 就是把妳家 把那些紙箱 就把它盯上來 好 對耶 它終於有用處了 紙箱撥成這樣 現在紙箱把它這樣盯一盯 就看到 對 對 水滴啦 房東可能會嚇死吧 反正妳可以堆在那裡 妳真的可以幹嘛 在做什麼 有事有用 然後妳可以再利用啊 還是說我覺得妳喝完了 把它盯在中間 把它盯鋪平這樣 可以嗎 也是一種裝置藝術啊 所以就是因為妳們家那麼爛 從進門到那邊到這裡 難怪 我那邊改得那麼好 然後結果妳弄那麼爛 都是妳的影響 所以妳們解約要發錢嗎 我們好像沒簽約耶 我們是有合作的 那妳真的有情有義耶 我接來跟他家之後 妳還會繼續合作 我會幫忙把它裝潢房子 真的嗎 OK 對 當務之急 妳一定要先把這個冰箱 把它移走 移到廚房裡面是最好的 廚房那麼大 為什麼不移到 對啊 妳放在外面 因為那邊有臂癌 要擋臂癌 不過 還擋臂癌 不過在藥心運廚房之前 其實他們廚房是最嚴重的 真的 造成你存不住錢 而且又要賺多花多 好吃燃燥的感覺 真的 老師 恭喜你 這是我知道你 做得找到了 好吵 為什麼 兩柱做成圓弧形 可以化解煞氣 但天花板做成圓弧形 大片面積 就會變成棺材紗 好 而棺材紗在廚房 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 在客廳容易造成頭部疾病 另外在餐廳 則可能會有腸胃疾病 而如果不想打掉 最好裝設布曼 以去形除下 我看到這個廚房怎麼了嗎 這就是腸 妳看不出來了 沒有 其實看是很整 但是仔細看其實還滿有的 因為妳已經15分鐘了 妳們還就習慣那件事嗎 其實沒有很髒啊 明明就很油 明明就很油 妳看那是什麼 而且妳整個所有的小地方都是 我有爐耶 我有擦過 真的 妳用什麼更油的東西擦過 我或稍微輕輕擦過這樣子 不行 這一定要用 你知道這世界上有東西叫 白國師之類的 那個是過年一年一次的大驚喜 但是妳不是常常開火嗎 常常開火 但是過年輕你一次的大驚喜 妳在處東西 你不會覺得 沙方的灰塵會飄到 那是因為台風 它就... 妳應該一個禮拜要輕一次吧 對啊 這麼髒 好啦 沒關係 如果髒的話會怎樣 其實髒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 廚房是戴著財庫 是 那如果廚房髒髒的話 這個財源一定會受到影響 但妳錢財存不住 而且不會有錢進來 再來就是說 廚房帶有女主人的運勢 雖然妳家裡面沒有女主人 但是如果家裡的廚房很髒的話 女主人的身體一定會出狀況 因為它的健康 無名病痛會變得很多 所以這個廚房一定要很用力的 把它打掃乾淨 不是輕輕的擦 妳一定要把它擦得乾淨一點 那乾淨的話才會比較健康 妳的廚房裝成這樣 連衛生紙在這裡都諷刺 你知道 所以我得對的造型是不是 對 我覺得也是 那好啦 重點是我們要把它... 它打掃 另外它自己的那是清潔問題 對 但是重點是它冰箱 到底要放哪個位置 它才能守住 裡面還滿大的冰箱 一定摔得進來吧 是啊 其實它這個廚房空間算很大 那個冰箱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放到外面去外露它 像柴枯外露 妳應該把冰箱放到廚房裡面 妳可以放到這一個地方 也可以放到妳像後面的這個地方 但是妳放到後面這個地方 要注意 冰箱的門的開法要往這邊開 不可以 那個門不可以 都要瓦斯爐 這樣就變成... 不是說不能這樣開 可以往我這邊開這樣 開過來可以 那冰箱門不可以對這個地方 不能這樣開 對 那這裡會不會有點 擋到窗戶對不對 對 會稍微有一點 所以說你放這個位置 當然是最好的 最好的 那所謂的冰箱對到爐灶 是不是隨客火 很多人會這樣問嘛 那其實所謂水客火就是說 冰箱的那個門打開 不要直接跟這個爐灶對沖 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邊 這邊是沙門 天啊 超可怕 我超不想過去 那沙門是有人住的嗎 我們可不可以剪掉這一段 沙門是不是 我也是要形象... 妳就去面對現實吧 不過兩台是它全家最乾淨的地方 好乾淨喔 你會哭 你嚇死我了 幹嘛這樣啊 那後陽台很香 很乾淨耶 很乾淨 對啊 這算乾淨耶 所以它至少後輩子孫會很好吃 但很可惜它沒有後輩子孫 而且後陽台的反而是造成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後陽台的比例 是不是很大 而且已經達到比前陽台來的大 對 我們之前在小花那一集有講過 其實後陽台如果太大的話 它就形成這個 那這個養老屋來講的話 它就變成... 如果說你是年輕人住在這裡面 年輕人就會變成是啃老族 所以你就一直常常跟爸爸媽媽 調錢就會比較... 然後就跟爸爸媽媽走轉 對啊 然後都為了錢在吵架 真的 所以說你後陽台 這個比例太過大了 所以不適合現在年輕人 創業的時期來居住 那怎麼辦 它中間要隔一個東西 對 而且你看它這個後陽台 已經達到就是通到兩個空間了 所以有可能有回風煞 對 因為為什麼會形成回風煞呢 第一個 它的這個風呢 沒辦法長風聚氣 從前陽台的風這樣灌進來 然後一直衝到後陽台 那後陽台